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依旧没有受到控制 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最新的五大社会指标显示 繁东指标下跌至3.98分 创下1997年6月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安定指标也同样录得显著跌幅 只有3.91分 创下一年半以来的新低 根据了解香港最新失业率已经升至4.5% 超过15万个香港人面临失业 香港政府虽在防疫抗疫基金下 推出临时失业支援计划 综合媒体报导 这项临时失业支援计划 24号开始接受申请为期三个礼拜 网络上申请系统也已经开启 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 截至24号晚间6点为止 更受到超过6万5800例的申请 反应热烈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 主要是为了针对第五波疫情而失去工作的人士 提供协助 缩缓他们从头工作之前的财政压力 香港当局先前表示 如果失业期间曾经做过散工 没有连续符合30天失业的要求 也会从宽处理 符合资格的人士将获发一笔超过1万元的基金 全职或是兼职雇员跟自雇人士也可以申请 有消息人士表示 政府推出多项支援受到影响行业的政策 包含保随位基金 临时失业支援 消费券等 可能使得下个月的繁荣指标可以短暂提升 不过对于长期受到影响的市民跟业界而言 这些政策只是杯水车薪 他认为香港重建繁荣或是需要更长的时间 安定指标的下跌 反映出香港市民感到社会的不安定 他认为不安定的因素 是由于香港政府招令细干的防疫政策 包含全民检测禁足的谣言 导致市民恐惧性的抢购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 安定繁荣是香港80年代初期 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 背后最重要的政治论述 香港明年的前身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在1997年6月底 主权移交之前进行同类民调时 繁荣指标当时位居榜数获得8.05的高分 也是唯一一项指标曾经得到8分以上 而在经过将近25年到今次的调查 跌到一半都没有 只有3.98分 反映出北京对一国两制繁荣安定的论述 相当失败 其余四项指标也跟1997年调查相比 差一大截 钟建华认为部分指标得分下跌 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难免令人忧心香港前路 他认为就算今年7月换特首以及政府换届 都未能及时带来新的转变 他表示特首选举跟12月底的立法会选举都一样 大家都是一副与我何干的反应 一般民众也不会有太大期望 他认为北京应该改变强硬的对港政策 才会改变香港社会的氛围 使得香港人感到希望 因为像是香港国安法等相关的管控 只可以换来社会上表面的安定 不能够解决香港社会内部相关争议 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将从4月3号开始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北京众议的人选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有港媒报导指出 尽管香港疫情依旧严峻 但是北京跟港府暂时无意在改齐选举 甚至爆料下任特首 或许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跟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之间产生 如果这两个人有意参选 很可能在下个礼拜宣布请辞参选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政经界又传言指出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下个礼拜将会请辞 准备参选特首 在此同时又传言表示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准备去马 众说纷纭 不过目前两方办公室仅没有证实传言 都表示会专注在抗议的工作 不会评论任何猜测性的报导 香港特首选举定在5月8号举行 提名期将从4月3号到16号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昨天在记者会之中被问及 是否会争取连任时 依旧没有正面回应 她仅表示唯一的工作就是抗议 香港第五波疫情伤亡惨重 林郑领导表现外界有目共睹 连任的行情已经被大为看淡 因此外界将焦点转向特区的 第二跟第三把手 李家超以及陈茂波 是否会请辞参选特首 引发政商界的关注 目前香港政经界流传的特首人选 有5个人出杂机率最高 分别是陈逢富珍 梁正英 叶刘淑儀 陈茂波 以及李家超 但是评比各项因素 现任中司司司长李家超 跟财政司司司长陈茂波 行情最高 陈茂波在任内最后一份 财政预算案之中宣布 向全体香港人每人派发 1万元港币的电子消费件 使其名望尽职 冲上5年的新高 而李家超镇压反送中运动有功 备受北京弃重 官居临阵之下 也凸显北京对他的信任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 依照中共十年一大庆 五年一小庆的做法 今年7月1号 司令平会到香港参加庆祝活动 并且见证新特首的就职 因此今年特首选举对北京当局而言 更显异 不过对于有关的传言 林正经表示 没有收到任何司局账的请辞信 还表示如果有收到请辞信 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公布 并且向北京中央汇报 香港新冠疫情目前依旧非常严峻 24号依旧新增1.3万例确诊 跟200顶一例死亡 香港政府专家表示 目前香港每日新增确诊数据 依旧在高位盘旋 代表香港依旧不断的有传播发生 民众如果就此放松防疫 可能会导致疫情再次反弹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至今已经有九成的安老院设 发生疫情 尽管近日香港新增确诊病例 有稍微下降 不过第五波疫情从1月到目前为止 染疫人数已经突破百万 香港大学医学院20号表示 从数据上来看 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高峰已过 但是实际上可能已经有高达 440万个香港人染疫 不过尽管疫情依旧处在严峻状态 香港政府还是已经开始实行三步走的计划 将分三个阶段逐步放松防疫限制 第一阶段包含放宽 制中人数上限 餐饮处所内用以及重启部分休闲娱乐场所 第二阶段除了进一步放宽餐饮内用人数上限之外 也恢复酒吧酒馆的营业 第三部分则是指实行佩戴口罩 限聚人数以及实名制疫苗护照等措施 有报导表示此前香港政府引用紧急法 豁免中国内地医护来到香港 需先注册采客职业的规定 这部分的疑虑目前尚未完全释移除 但是据了解 岗福已经再次向北京提出要求 希望中国再委派另一批内地的中医专家来到香港 支援香港的防疫工作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432在例行防疫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内地专家跟岗福开会时提出 以中医药治疗新冠病毒做法适用于香港 建议香港好好运用 香港政府认同有关建议 目前已经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提出 多派一批内地的中医专家来港协助 相信对香港抗疫工作有极大帮助 报导指出广东省的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 甚至已经带领部分内地专家在香港支持 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生表示 在香港的内地中医专家 每天都会在转座小区治疗跟隔离设施的 医疗国际博览馆寻防 参与中西合作治疗方案 他还表示在内地医疗专队全面投入服务之后 亚伯馆收治病患的人数 已经有之前的250位增加到近日的360位 相信未来会进一步的增加 而这一波的疫情 香港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最新的单日死亡人数依旧超过200位 而在将近110万人染疫的情况之下 累计死亡数已经超过6500位 有关情形加上长者住院比例较高 以及接种疫苗比例不足的问题 林郑强调防疫依旧不能松懈 尤其是70岁以上长者 接种第一针疫苗的比例只有71% 也就是依旧有28万名70岁以上的长者 没有疫苗的保护 情况极不理想 再次呼吁长者接种疫苗 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傅仲森25号表示 多数数据以及该署跟企业的交流显示 实行国安法之后 没有令外资撤离香港 他同时强调2021年 海外跟中国内地驻港公司 已经增加到超过9000家 不管是就本地 国际跟内地企业来看 2021年在香港成立的初创公司数目 创杀新高 综合媒体报导 傅仲森表示 香港投资推广数去年协助 330家企业在香港成立或扩张 而离港的公司仅有5到6间 他还强调 根据联合国贸易跟发展会议 前年公布的数据 香港依旧是全球第三大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地方 仅次于排名前两位的美国跟中国 而多项数据也已经表明 香港国安法并没有令外资撤离香港 反而是新冠疫情更加影响香港跟全球的经营环境 他表示 外国对香港国安法的认知 因为媒体报导而颇多误解 投资推广署也一直在努力打破这些迷思 并且纠正夸张以及失实的报导 另外有报导指出 尽管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本周预告防疫措施路线图 虽然预告4月1号取消英美九国禁飞令 但是对于放宽通关时间并无指引 香港欧洲商务协会发表调查报告表示 如果香港维持现有的防疫措施 25%受访会员会在未来12个月之内 全面移离香港 欧洲商务协会表示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 除了25%受访会员考虑 12个月全面撤出香港 另外则有24%的受访者表示 会将部分员工撤离香港 仅有17%表示不会重新调配员工 其余34%则表示没有明确的想法 同时有将近5成受访会员表示 现在从海外吸引人才驻港变得非常困难 三十五岛 两中二一